苹果手机长按两秒正确的打开方式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技熊 今天给大家分享苹果手机隐藏的四个功能 通过长按两秒可以直接开启 可以说非常实用 如果你不会的话 建议大家把它收藏起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青铜移动图标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长按这个图标 长按以后呢 可以持续的按其他的图标 点击 这样的话 其他的图标就可以直接往左侧同时进行移动 第二个隐藏功能 钻石级别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打开相机 打开相机以后呢 从右侧往下滑动 然后可以打开音乐 打开音乐以后呢 我们直接在相机里边呢 向右侧滑动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录制视频的时候 直接录制背景音乐 第三个隐藏功能 星耀机 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图库 打开图库以后呢 随便找一张照片 点击一张照片以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长按照片 然后的话 它可以进行一键抠图 然后的话 我们直接向侧点击返回 返回以后呢 它可以自动的添加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一键进行抠图了 王者集 第四个隐藏功能 王者级别 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备忘录 长按备忘录 大家会看到有个扫描文档 我们点击扫描文档 找一个文本放到上边 它会自动的去识别 我们拍照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把文档呢 直接进行扫描了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存储 存储完成以后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选项分享 然后发送给好友 送上给好友 它可以直接生成一个PDF 好了 本期视频放到这里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 前来推荐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好了 朋友们 今天大家分享了 像我们苹果手机长按两秒 如何打开四个方式 可以说非常实用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前来推荐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